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TVBS下午4点钟 1600整点新闻 我是请林谦 首先先来关注的是 国内今天新增了78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还有6例的死亡个案 另外也新增了是35例 在接种疫苗之后 7天内死亡的案件 不过死因都还需要检验 我们今天的确诊的病例数 那本土的病例78例 那境外移入的是1例 那死亡的案例是6例 那整体的 累计的个案数12806人 那接触个例的 现在有8087人 那百分比接个例 百分比现在到了63.2 那住院的病人 现在也相对的 持续的往下低 那整体的确定的病例 新北市是3例 台北市25例 南投3例 基隆2例 那剩下是苗栗 彰化 桃园 台中 新竹 各一例 那可以说现在在 还是在高风险区域 还是在 新北市跟台北市 这昨天的 有新增了35例 16女 19男 在COVID-19疫苗接种后 那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 那死亡的年龄 在41岁到94岁之间 那其中的25人 是75岁以上的长者 那是疫苗接种后 当日到7天间的发生 那这35例中有9例是住机构 那有9例是洗肾 有22例是有慢性病史 另外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解剖了16例 集中15例是有心血管疾病等 慢性病相关 另外有一例是 吸入食物的窒息 前两天我有稍微讲究 又在思考 是不是要分 风险等级 我基本上 看起来各县市认为 在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忍耐 看能不能把这个情况 渡过去 所以大概不会做 这样的一个分别 大概是会全国一致 那至于 另外就是北农爆发的群聚感染 在稍早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北农的确是比较复杂的案例 但是也报告367人的快篩结果 那么最新的情况 带您一起来了解 万大低市场 昨天快篩284个 阳性0 冰江快篩83个 阳性也是0 你看它虽然有感染 但是它不会爆发 每天就一个两个 为什么 因为大家还是会戴口罩 亲戚手 其实就是我们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一定提高到一个程度 就算有那个 很容易感染的病毒 它不会说 一下就全部爆发出来 还是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 我看那个媒体你知道 一直在带风 像说什么 这个中央有叫我们在北农设快篩站 我们都没有不设 其实是为什么没有设 因为剥皮疗的快篩站就在旁边 然后你要在 那个地方设快篩站 重新设一个 不如把那个工作人员 直接带到旁边的 剥皮疗的快篩站去做就可以 所以事实上 我们之前就已经 有590个人 已经做过快篩了 做过这个快篩 所以 因为已经做过 而且是阴性的 所以我们就昨天今天 已经先打疫苗 就590个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大概每天 筛检可以做1000个 做完 阴性的就接着打疫苗 所以我们大概以每天1000个的速度 就一天1000个快篩 一天1000个打疫苗 我觉得大概 这个礼拜有机会就把它 全部都把整个北农 这样处理完毕 好我们看到了台北农产力拼 要让4000名的承销商 跟摊商的相关人员 筛检完阴性就可以打疫苗 不过呢 今天在万大国小这边呢 却出现了不少乱象 有摊贩到现场想要筛检 可是却被拒绝 因为没有收到通知单 让这些摊贩气得大骂 6月24号开始就要持阴性证明 才能够进场做生意 剩下不到两天 都还没有轮到他们 真的很担心会来不及 万大国小内大牌长龙 民众等着快篩 他们都是北农的承销商 收到通知一早就来筛检 然而却不是每个人都筛得到 直接在门口跟医护吵起来 他也是承销商 想来快篩却扑空 其他人也遇到同样问题 为了赶紧取得阴性证明 起个大早 整只还轮不到他们 因为都还没收到通知单 毕竟6月24号 北农就要开始持阴性证明 才能进场做生意 剩不到两天 当然心急 况且还要等证明出炉后 才能打疫苗 让摊商很担心 整个北农造册月4000人要筛检 但6月22号筛检 预计1000人左右 万大国小一天超过500人 中心仍爱医院各200 6月24号前真的筛得完吗 今天有领单子300人做完之后 就由这些摊商跟协力人员跟公司那边去登记说他愿意快篩和施打疫苗 政府也只能加快速度 还没筛得协助分到其他院区 不过大家都在拼6月24号 22跟23号两天的空窗期 怎么办 美农的滨江市场目前管制作为采取民众身份证字号单双号分流入场 但摊商只要两个体温登记名字就好 也让市场的摊贩大声疾呼 我觉得这边是应该成立一个快篩站 因为这边进出人口 这边有一楼在领散卖 而隔壁的新北也针对果菜市场摊贩成销商筛减 预计总共要筛超过2200人 目前已筛完1000多 双北对市场加强防堵 也是想努力维持民众的生活所需 TVBS新闻李中文林强 肖米镇周一峰台北采访报道 主要是因为北农呢 肩负着全台多个地区的蔬果批发重任 所以爆发群聚感染之后就有民众担心 传统的市场或者是超市 会不会也有染疫的风险 那么有教授就指出到传统市场的时候 最好不要用手触摸水果 甚至是用口鼻去闻 而读物科专家也说明 这蔬果买回家之后可以喷酒精消毒 清洗后就可以使用 北农供应大台北的蔬果 不过现在爆发群聚感染 有专家就提醒 如果到传统市场的话 千万记得不要做这个动作 否则会增加染疫风险 传统市场大家买水果的经验 是会先拿起来闻看看香不香 或者是听声音分辨说西瓜 它的声音漏涩或者是凤梨 香瓜我才会 香瓜拿起来 才会闻 其他不会 为了确认蔬果品质 不少婆妈会用手触摸水果 甚至可能把水果拿起来闻味道 看是否新鲜 但有专家提醒这动作很危险 要是有病毒停留在蔬果上面 口鼻接近会增添风险 专家喊话请大家在防疫期间 尽量不要闻水果 也可以戴手套加层防护 不过青菜水果买回家后 该怎么消毒与清洁 也是一大学问 备酒精 然后就是均匀的喷洒它 读科护理师谭敦词说明 无论是水果还是早有包装的蔬果 买回家后第一件事 就是均匀喷洒酒精 随后不要用纸擦拭 以免降低酒精浓度 静置一分钟后 用水冲洗就能料理 叶菜类也可比照操作 而蔬菜类最好煮熟再吃 避免生食 绿色的青菜那种一把一把的 其实你就是把它平放在那里 然后也是喷一喷 如果你担心的话 专家提醒疫情期间 过去挑选水果的习惯 最好改成不要直接碰触 但基本上清洗完后 就没有太大问题 目前国际上也没传出 任何因为吃可能残留病毒蔬果 导致确诊的案例 请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另外新北市今天新增了 43例的本土确诊 其中两例跟北农群聚有关 来听新北市长后又一的最新说明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本土病例 43人 43人的总确准数 目前有18个在致院 有25个人在集中检疫中心 其中还是最重要的 家父的群聚感染 26人占了60% 那至于北农这个事件 到目前为止 新北市在北农这个事件被波及的新北市的市民 总共到现在的统计是有28人 那昨天我们先完成清销 今天一早 我们派了两组机动队 进到三重 进到板桥 是进行筛检 从今天一早 一直筛检到下午两点 我们筛检 三千零七十六人 筛到的都是阴性 今天应该可以完成整个快筛 我们本来一估大概是两千五百 没想到很多的这些贪商们 非常积极勇业 所以我们今天有三千零七十六人 几乎都完成了 那还有一些因为休息没有来的 少数的个案部分 我们明天可以到新北的四十个筛检站 来进行快筛 那从六月二十四号起 没有拿阴性证明 就不能进场 接近提供给您确诊的最新消息 花莲今天是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 不过公布了有一名重症确诊者死亡 七十多岁男子本身有慢性病史 因为接触其他的确诊个案染疫 五月二十八号确诊 六月二十一号死亡 而这也是花莲县的第一起确诊死亡案例 台南有一个派出所所长 五十二岁 他二十号晚上身体不适 隔天上班出现了呕吐头痛等症状 同仁建议到医院检查 医师诊断了他脑部出血疑似血栓 而他其实在一周前有打过AZ疫苗 推开幕门 站在老宅房间里 宽厚的背影就是昆森派出所的苏信索照 去年派出所诊修还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但二十一号他却身体不适 走路歇为驼背 在太太陪同下赶紧就医 其他同仁也吓坏了 平常身体硬朗的所长突然身体不舒服 原来是五十二岁苏信所长 他在十四号接种AZ疫苗后 二十号晚上出现身体不适 二十一号还是硬撑上班 因为出现了呕吐和头痛症状 到医院就医后 医师诊断是脑部有血酸情况 那是二十一号早上 他还是勉强来上班 那上班就开始出现 头痛恶心呕吐 那我同仁看他这样就 请他下午请假 赶快联络他太太 带他到成大就医 那医生诊断是说 他是脑下蜘蛛网膜出血 医师诊断是脑部蜘蛛网膜下出血 院方也已经安排在二十二号引流 希望能将血块成功引出来 如果没有就要做开脑手术移除 但据派出所同仁了解 苏信所长没有相关病史 十一点多去看他 那时候他还是意识清楚 可以叙述这样子 那他是讲说他打完疫苗 就是两三天的不舒服 警方也派人到医院关系 苏信所长意识清楚还能讲话 不过恐怕也是台南第一起 有原警疑似打完疫苗后 导致脑部血酸的案例 和疫苗有没有关系 还要通报卫生局 请中央CDC做判定 TVBS新闻顾所长 孙家娟台南报道 台湾现在有莫德纳跟AZ疫苗 不过AZ疫苗的不良反应频传 甚至出现了缓打潮 就让不少人长而想等莫德纳 不过也有在美国的台湾人 分享了打两剂莫德纳之后的副作用 我有朋友比我早打的 他们都有先提醒说 第二剂就是会比较严重 就是make sure你那天要请假 同事提醒打第二剂前 就事先请假在美国工作的台湾人 Lise28天内完成两剂莫德纳疫苗接种 前后引发的副作用强度大不同 到早上所以才是真的 我就起来两天我就发现 发烧了大概38度多这样 那整天就真的是很倦怠 我真的是跑不起来 打完第二剂的半夜出现胃寒 隔日烧到38度 直到吃了止痛药才缓解 不只Lise在美国读书的Alisha 也出现类似状况 我是第一剂只有一点点感觉 但是打完第二剂的时候 就有发烧跟可能头痛 然后大概过两三天 这个状况就会缓解 甚至有网友分享 打完第二剂后 头痛没走一步晕的感觉 很像要贫血昏倒 甚至眼尖一片黑 还伴随着想吐的感觉 AZ等于疫苗 第一剂的副作用比较严重 第二剂会比较近 那在MRNA的部分 莫德纳跟BND 大概都是第一剂比较轻微 第二剂比较严重 莫德纳的部分 大概有15%到20% 打完之后会发烧 医师分析 因为莫德纳和辉瑞 同属MRNA疫苗 研究发现第二剂副作用 通常较明显 不过普遍的发烧味 含全身疲倦感 不管打哪一种疫苗 都有可能出现 只是打完AZ 在欧美发生血栓几率较高 莫德纳则是第二剂副作用较强 怎么选得看民众自己评估 TB的新闻 李恩智周宣特别报道 核心诊所关说施打争议延烧 前一天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 在议会指控民进党立委 高嘉瑜得寸禁止 除了帮医护人员要疫苗 连诊所的防务行政人员也都要 我跟核心诊所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 那从来也没有踏进去 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支持 那如果有都可以辞去我立委的职务 说这话强调自己没有关说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再一次为了核心施打疫苗争议现身 要反击前一天这样的指控 谁得寸禁止 比较像是高嘉瑜 你觉得高嘉瑜得寸禁止 感觉上是这样 那原来讲的是不是只有针对医护人员 跟诊所的相关人员 第一个他告诉我说医护人员 他们其实也担心说 那如果没有打到的话 其实对会接触到孕妇的人来讲 都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说自己只是帮忙传话的 但高嘉瑜也认了 五度帮忙跟卫生局沟通 据了解高嘉瑜六月开始 多次传讯息给黄世杰 用孕妇跟新生儿的名义要疫苗 前面两次甚至要求三百剂 甚至在六月二号还说 不够的莫德纳来再补 而核心也认了从五月三十一号后 一直在追加 但核心没讲白的是 他们也同步找上立委帮忙 跟北市卫生局要疫苗 那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就是 不行的说法 言下之一就是当下明明都OK 前一天核心的对话记录也指出 六月二号北市卫生局还主动询问 疫苗有不够吗 小核心还问有多的疫苗吗 随即回复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要食品给院内的行政清洁人员 卫生局也好爽的答应 最后六月八号为了达到科市长的KPI 卫生局更拜托 多给的疫苗能不能在十二点前打完 核心迅速回复后 还感谢核心的帮忙及时雨 如今却互空对方没照规矩走 更扯出明代官说 也让整起事件成了洛生门 因为我也不觉得有公开有什么 对啊 我是这样认为 反正都已经事已至迟 TVB的新闻 朱晃伟佳琪台北采访报道 三级警戒到现在 不小店家已经面临了严重的经营危机 而中南部部分疫情比较缓和的县市 就喊出希望能够分区解封 三级警戒超过一个月 捷运站人潮慢慢回升 马路上车流也逐渐涌现 大家的防疫架恐怕已用得差不多 百公百业也快要hold不住 分区解封的呼声不绝于耳 但台湾的情形做得到吗 近期确诊数字连日下降 看似疫情趋缓 但是马上爆发了士林的长照机构 以及北农的群聚感染 尤其北农因为全台的南北菜饭来去往返 更难确实的掌握他的足迹以及感染源 也替疫情的传播埋下了极大的隐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现在北农除了要全面普筛 台北市长柯文哲还要祭出更积极的手段 普筛打疫苗最有效的防疫方式双管齐下 但不少接触者早已跨县市移动 北农的感染事件似乎也代表台湾的条件 做不到分区解封 分区是不太可能 你也不可能去把所有的人说 你台北市的人不能到南部去 像这一次的北农 你就要扩大去围堵 不能说我这个只有两三百个人 我就堵这两三百个人 搞不好中南部你也要去围堵 不只专家看法相同 指挥中心目前也定调 全国警戒标准一致 基本上已完全排除分区解封的可能 但再继续半封城下去 只怕基层经济会全面崩盘 难道解封的曙光真的遥遥无奇吗 在台北市降到每日10例以下 才有可能去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开始解尽 当然如果要解尽 第一个就是不吃饭的优先 美术馆一定是先开放 看电影院也许 当然不在里面吃爆米花 柯文哲明确说出解封条件 滚动式开放部分行业 有限度恢复经济流动 将是现阶段最有希望的开放模式 但专家也示警 世界各国疫情起起伏伏 徘徊在封城与解封的案例 实在不声美举 台湾没有乐观的本钱 我想说把三级延长一下是必然的 不然的话万一向他们历史重演 每个国家都演给我们看 都是二波三波四波 我们是等于第一波而已 最安全的起见应该是在6月28号以后 再延长两个礼拜忍一忍 那个两个礼拜完毕以后再看看 如果说降到各位数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塞 可以祝福解封 然后还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就是 疫苗的施打 在这两个礼拜中间要争抢 因为那是唯一的解方 如果你疫苗没有跟上 你不管多少控制多少坡 多么严格都没什么用 靠着隔离封锁来控制疫情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专家建议 现在台湾应该大量采购国际疫苗 同时争取国产疫苗三期测试的时间 才能釜底抽薪 实质控制疫情 TVBS新闻花正森顾上军 台北报导 最近话没有来看 台中在下午下起的大雨 杀戮传出有轿车被倒塌的树木 给压住驾驶还一度受困 连线记者洪彩伦 好 画面中看到白色轿车被大树 只干压住了 车门打不开 驾驶一度受困在里头 他当时赶紧打119求救 消防队员抵达现场 切断了大型只干之后 搬走卡住车身的树干 驾驶顺利脱困 驾驶说当时车子停在路旁等朋友 但突然听到碰一声 就发现树木倒塌 压住了他的车 车子后方挡风玻璃被撞出 蜘蛛网撞破裂 幸好他人没受伤 但这个地方是私人土地 倒塌的树木也不属于公家单位的 后续赔偿 得跟地主索赔 第一时间接候的我们消防困队的通报 我们即派我们炸路的工班 来协助把他清零 驾驶公所强调 会协助受害车主向地主求偿 不过这一阵大雨就导致大树断裂压车 幸好当时驾驶人没有下车 车子的板筋保护他躲过一劫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小艺资讯 镜头交换捧 今天受到支流封面 以及西南风的影响 全台有雨 而目前雨势是以中南部为主 那么气象局有最新说明 一起来了解 封面正在影响我们 除了在清晨这波降雨比较明显之外 上半天的时候 其实稍微有点空档 不过在中午过后 包含东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也都有一些短岩石强降雨发生 这就是我们在提醒大家的 封面影响期间 在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 短岩石强降雨 可能都会带来局部的大雨或好雨 我们先从今日的雨量图来看 清晨其实对南部地区 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 在上半天 虽然稍微有点空档出现 不过在中午过后 西南风的影响 其实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又开始明显起来 除此之外 在中午过后 宜兰地区的降雨 也是非常的明显 在宜兰地区今天下午的湿雨量 甚至来到80毫米以上 其他局目前针对宜兰跟花莲 尤其是宜兰地区 也发布豪雨特报 除此之外 风面影响着 还有西南风影响的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刚刚提到中午过后 整个雨势都明显起来 像这种红色区块镇 影响的地方 也都是现在目前有 短延时强降雨的地方 甚至有些地方 还是达到局部大雨或好雨 这个时间到了入夜之后 除了在南部地区 可能都还有一些局部大雨 或局部较大雨室之外 其他地方的降雨 会稍微缓和下来一点 相对来说 白天不会那么大了 这时间 如果我们来看到 明天白天之后 明天白天之后 我们要提醒 风面还是在台湾的上头 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 西南风带来对南部地区 可能都还是有一些 局部大雨或发生的机会 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 或好雨发生的情形 但是我们相比之下 今天跟明天 这样子的雨量图来看 可以看到明天要发生 像昨天今天这种 有局部大好雨等级以上的雨量 几率来说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在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 等你哦 随时放进